今天是2020年7月20日 在1890年7月20日 堪称20世纪最杰出的意大利华家莫兰迪 出生在伯洛尼亚 莫兰迪的作品看似平平无奇 一辈子都在和一些平平罐罐交进 而他的人生也和他的作品类似 终其一生都过着苦行僧伴的生活 和三位未出家的妹妹都待在老家的小镇上 几乎没有出过远门 和艺术史上那些意义生辉的情形完全不同 莫兰迪很少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话题 但就是凭着这些不起眼的镜物画 硬是在艺术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江湖地位 莫兰迪虽然身居简出 却关注着艺术的最新发展 当时在意大利 基里科和卡拉发起的形而上画派 吸引了他的注意 形而上本是一个哲学概念 形而上画派则是在描绘那些表面平静之下 意味深长的事物 我们可以看到在莫兰迪早期的镜物作品中 充满着这种形而上的意境 这种意味深长的特点 被认为直接影响了之后的超现实主义 而在20年代期 莫兰迪逐渐抛弃了原本主观想象和气氛怪异的画面 重新开始审视物体客观的真实空间 力图通过朴素的画面来表达频繁事物的内在精神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作品 还是有一些形而上的影子 但莫兰迪更强调了四界之间的清晰度 丰富的明暗层次 捕捉了物体的客观真实性 这种转变也奠定了莫兰迪未来的艺术之路 到了30年代 莫兰迪更加注重那种超越物体的精神表达 减少了原来真实的空间感和之前丰富的明暗层次 镜物被精简成为更为简单的几何图形 以突出他想表达的超脱性 莫兰迪所画的镜物虽是常见的瓶瓶罐罐 却不像是生活中的物品 而是成为雕塑的仰视 引起人的深思 每幅画表面上看起来都非常相似 然而当中充满着微妙的差异 物件的位置摆放 组合方式以及不同光线 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莫兰迪对细节极为专注 他曾说 我需要数星期的时间 为一块桌布挑选相配的一组瓶子 然而我仍然不时会在摆放距离上出错 也许是我的步伐太快了 到了40年代之后 我们熟悉的莫兰迪风格逐渐形成 据说莫兰迪在作画前 会将那些器皿的外层涂上漆 甚至石膏 然后等落灰之后再来描绘它们 整体画面显得越来越灰暗 与贫观的颜色柔和地交汇在了一起 让人油然地产生一股暖 这种有个人标签式的用词 没想到极大影响了如今的设计行业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铺天盖地 所谓高级灰 对于莫兰迪作品的解释众说风云 我觉得与他生活的布洛尼亚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古老的布洛尼亚 无论是建筑的造型还是颜色 无意间似乎都构成了莫兰迪的画作 意大利著名作家安伯托艾科 1993年在布洛尼亚 莫兰迪美术馆发表谈话时说 莫兰迪的作品只有当你穿过 这个城市的街道和拱廊 理解了表面上相同的红色 在每个房屋每个街道 都会有所不同之后 才能够真正被理解 感谢观看